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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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往来是这样》 我们继续邀请到法律辅助基金会 乌龙建吴律师 吴律师你好 嗨大家好 我是高雄法律辅助基金会的 吴龙建律师 今天邀请到吴律师 要跟我们谈到 可能最近一直以来 大家越来越多的讨论的声音 就是性别平等的议题 我觉得性别平等 过去可能很多人都针对 可能女性的平权 因为以一个父权社会来讲 的确女生要在各个层面 跟男生完全平等 我觉得目前我们都还在努力当中 但是我觉得性别平等的议题 不是只有针对女性 其实对很多男生来说也 必须让男生可以不要去背负那些 所谓本来固有的观念 对男生赋予的一些框架 或者是一些规则 对男生来讲 其实也是一种 我觉得不是很公平的剥削 就男女生在性别里面 其实都面临自己要去克服 或者是去讨论跟进步的部分 那今天我们要来谈的 就是校园中的性霸凌的议题 霸凌的话我们就蛮容易 可以理解的 就是这种欺负 那性霸凌的部分 我们律师要不要来说明一下 这大概是什么样的呈现的方式 性霸凌主要是以言语或肢体 那或者是其他的暴力 来对于他人的身体外表 或者性别气质 那性取向或性特征来做嘲笑 或者是评论的一些行为 那这个就是等于 他针对你个人的一些特征 来比如说最容易看到 就是取错好了 好像尤其像小学开始 好像很容易就是有 各式各样的错号就产生了 那有些呢 可能是比如说你的姓名的谐音 那有的呢 就会是针对 如果你比较胖 或者是你比较瘦 或者你比较丑 或者是就是你身体上的特征 就很容易有各式各样的错号 那这些错号 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愉快 这个就是性霸凌的范畴里吗 对 然后通常会更特定会直说 例如同学的气质比较阴柔 那其他或许其他同学 就会骂他是娘娘腔 或比较中性化的女性 就叫他男人婆 那这一些针对性别的特质 然后性别的气质 下去做取笑或评论的行为 就是我们主要要针对的性霸凌 我觉得以前我们针对这样子的状态 好像都觉得只是讲讲而已 好像很多这么做的学生 自己也不那么意识到 他对这一个同学是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他觉得他只是这样子讲讲而已 或者甚至很多人在被纠正这个行为的时候 他会说他是开玩笑的 但是其实我们在法律上面 是有一些相关的处罚是吗 这算是罚则对不对 是就例如说我们骂同学娘娘腔 那属于一些比较嘲笑 取笑或者是贬低对方名誉的行为的时候 可能会构成刑法的公然侮辱罪 那有另外一种类型的霸凌 它是属于捏造事实 例如说我们用公车 然后来暗示人缘好的女同学 有跟许多人上传过 类似这一些比较不堪入耳的一些诽谤的行为 那可能会构成刑法310条的诽谤罪 在听律师讲法条的时候 可能很多朋友就 我们毕竟不是法律相关的专业 所以你对于第几条罚了多少钱 可能就没有办法记得那么完整 可是你就一个概念建立起来 就是我们的行为跟言论 其实当然是有自由的 但是它是在一定范畴里得到保障 如果你的行为跟言论去伤害了别人 我们其实也有法律是做相关的处罚 所以不是说你想说什么 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 你应该要去意识到 当你的行为或言论 对别人造成伤害的时候 你就必须对这一个行为付出代价 那当然我觉得 跟伤害比较起来 我觉得我们的法则 其实感觉都还蛮轻的 如果说以金额来说 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约束力 所以最重要的应该是 那个概念建立起来 你不要觉得你只是几个字 你只是一句话 或者是你只是一个态度 其实对别人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 那我在看律师的资料里面 有提到这一个易永志同学 那请律师来讲一下 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 那如果已经还不知道的话 请律师来介绍一下 他的这个故事 业永志同学 他生前是就读在我们国中 那他那时候因为他的性别气质 就他的个性他比较阴柔 那于是就遭到了同学霸凌 那同学甚至会在他 业永志他上厕所的时候 脱掉他的裤子 那嘲笑业永志 然后说要检查他是不是男生 那导致说叶永志同学 他不敢在下课时间去上厕所 所以他的习惯就是在上课 然后接近快要下课时间 或者是说上课后的时间 然后才会 才会自己独自一人跟老师报告 然后前去上厕所 没想到在民国99年的时候 他叶永志同学按照惯例去洗手间 只是发生了意外 那由于他上厕所时间 厕所都不会有人进出 不会有人往返 所以没有被及时发现来救治 那就导致他后来 宋医师不致死亡 而且因为当时候的 等于现场激震也没有保留 然后也没有什么监视录影器的等等 所以他到底在那一个过程中 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还是不知道的 那只是他就因为这样子过世了 那大家 我自己是有看纪录片 那这个事件呢 我觉得也让大家进一步的去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个性或者他的气质 不像一般男生的标准的话 会这么严重到他不应该活着吗 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刚一刚开始 我说这个性别平等概念 可能对某一些男生来说 就是你要逼迫他 每一件事情的表现都要符合 对每一个男生的那种标准跟框架 是不是对男生来说也是很辛苦的 那对女生来说 我们一直都觉得女生比较弱势一点 就是体力上面不 没有办法跟男生一样 所以呢 感觉上每次在性别教育的时候 都觉得女生比较弱势一点 但其实有很多男生 某些时候也会处在一个弱势的状况里 所以每次在讨论这个性别平等议题的时候 我觉得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当其他的人不一样的时候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说到底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律师这边另外还有一个例子 是比较近期发生的是吗 是 就前阵子在是台湾的某一个大学 那他我们同学 我们就不直接讲他名字 而就取代号 他的L同学他上厕所的时候 那有另外一名科兴同学 他恶意的就把灯关掉 然后在这之前 他们其实也有一些霸凌的行为 那L同学他向射尖反应 没想到科兴同学被调查之后 他带领了一大群同学 那直接闯进L同学的房间内 那言语霸凌L同学 并且还说L同学没有前途 那是像娘娘腔一样的活着 那他这个行为就已经构成了性霸凌 那其实依照我们性别平等教育法的规定 如果这个性霸凌的情节重大的话 最重其实是可以辅导转学 或者甚至是退学的 我们现在其实一直以来 针对一些事件在慢慢的累积经验 然后也是引发大家共同的讨论 然后我们相关的刑责 或者是相关的法令 就越来越可以配合现在的观念 来做一些规定 当然我觉得处罚跟伤害到底是不是成 有构成比例 不一定 但是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概念 就是你的言论 你的行为虽然是自由的 但是呢 应该是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 那一旦是你有这些不当的言论或行为 你就要付出代价 所以到那个时候呢 你要说 我只是开玩笑啊 或者是 我又没有恶意 或者是我只是讲一讲 又不是只有我在讲 不管别人有没有讲 至少对你个人来说 你就要承担你这些行为 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我觉得性别平等的概念 我们现在都从教育着手 也是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 在一个受保护的情况之下 他的权益不会受损 那今天我们是来谈到这个性霸凌的议题 但是我觉得性的议题 到底你什么时候开始教 要教到什么程度 用什么样的方式教 可能大家的观念或者是想法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在法令上面是有一个基本的保护的 希望大家要特别注重自己的权益 当你受到这样子的霸凌行为的时候 努力的保护自己的权益 千万不要默默的忍受 因为的确长期的这种性霸凌 有可能造成很长远的伤害 那我们应该要鼓励 不只有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小孩 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 要勇敢的保护自己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法律辅助基金会 吴隆建 吴律师 谢谢吴律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